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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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梦半生我方知这样寒冷 何为爱无非妻 文字幕提供 《词甲尋》 《诏书》 《词甲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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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燒到猛火裡 我都不介意伴隨 還我知道這生醒了又再醉 聞蒼天有多少塊活兒女 那個耳淳就說水土不復 風寒未清 現在連玉瑩這個丫頭都說病 她到底是甚麼病 回娘娘經奴才打探 玉瑩小主賴唏噓濕熱 而且全身都掌握紅疹 所以至今仍餓病在床 那值得其他人的表現如何 回娘娘各個的獸女都知禮而行 還能安守本分, 不過… 不過是甚麼 可能是奴才多心 但是經奴才觀察所見 皇上好像對阮祺小主他 特別令眼相看 烏雅阮祺 他真是屬中無大將 沒辦法, 娘娘 誰說那個玉瑩 前不病早不病 要最重要的時候才來病 這麼不幸才行 是上天作弄 還是招人妒忌才落得如此下場 現在還是言之過早 如非娘娘吉祥 娘娘吩咐露皮 為中瑞宮郭小主準備的禮物 已經打點妥當 本宮之前 叫你特別留一份給玉瑩的是嗎 依娘娘吩咐 寶禪已經準備好 是不是現在馬上拿過去 是就是 不過我特別留給玉瑩那份厚禮 你現在可以替我轉交給阮祺 照我吩咐做吧 是, 娘娘 各位小主, 一入開 好漂亮… 各位小主, 一入開 人人有份永不樂空 娘娘知道夏日張志 所以特意送上這些竹絲骨券線 給各位小主作解暑之用 如非娘娘貴爺眼光獨到 就看她選這一批線 壽功精緻 花鳥從魚, 全部許許如生 就算不是用來潑鮮 只是閒時拿來觀賞 就已經上心樂事, 心難透徹了 屬令小主果然為眼過人 這些屯線 全部都是由潮州上貢的佳品 這件是貢品 不懂事就不要亂說 廣東月秀乃是四大名秀之一 這把線並非尋常之物 姐姐, 你怎麼出來走動 羽衣說你出紅襯 不可以出來吹風 我雙手出襯, 又不是整個人出 又是一樣 玉手不能外露, 又怎能一線在手 娘娘的貢品 看來你也是無福銷售的 丸祺小主 這把線是娘娘特別賜給你的 你看看丸祺的線, 很漂亮 跟我們那些不同的 是啊 看看 這把線, 兩面都金光閃閃 跟暗的一樣 跟我們的比起, 靈性不同的 這把線我押了一把 這把叫雙面繡 是刺繡之中最考功夫的一種 就算最老練的師父繡 也要繡幾天才製成的 玲公公, 我跟余妃娘娘 只不過一面之緣 為甚麼她會特別禮待我 這些可能是緣分 或者娘娘覺得跟小主你特別投緣吧 看看 這些通通都是今天早上的人為你打點的 大祖, 我以為我和大家的房間是一樣的 帶過淑玲姐姐的房間看過 才發現原來我的房間是不同的 還有, 汪福壽他們 今天無緣地替我和私藏寄券 還多加了兩個香奴給我 我打算封封紅包給他們 誰知道他們不要 他們不是不要 是要一封大封一點 如非把線撥出來的封 果然是非比尋常 所以他們自當對你令眼相看 真的嗎? 他們只是看天做人 在陰安殿 連天子都向你勝顏隨著 他們哪敢怠慢 我嫌他們行動過快 是真的, 一早在那裡掃亂人家的皮膚 差點連我對撲骨也扔掉 你看看你這個傻丫頭 這麼大的女兒 更多這樣的石仔細寶 如果你這次真的能夠脫榮而出 受風得重的話 在你面前的就再不是這些五彩石春 而是珍珠、馬路, 全部都得你選 也不論到我選吧 論樣貌, 兩位姐姐性我百倍 要不是耳淳姐姐 昨天要留神於玉營 而去不了陰安殿的話 皇上看中的一定會是你, 不會是我的 只要我們一個可以得蒙聖寵 義父就可以安走無憂 哪有分別 是呀, 義父教授我們這麼多年 都希望我們有今天 姐姐明白 如今跟你說男女之間的事 你一定會有點遺難 不過算了, 現在說還是言之尚早 因為在我們面前 還有很多事情還沒解決 玉營她這次也是因為出了一身紅疹 所以才可以避過這一劫 但是她的病很快就會康復了 這一陣子我也有想過 與其等她的病康復之後 愛在廢周章 就倒不如由她的病一直這樣病下去 一直這樣病下去?那是怎麼樣 醫神, 這次又要再辛苦你了 按照宮中請密的規矩 如醫會替玉營擺完蜜之後 就立即開藥處方 然後吩咐小太監送到御藥房裡 按方煮藥 為避免有人從藥中下毒 如醫會以身試藥 以確保蒙誤之後 施送給病者服用 然後再由小太監 把藥交到病者宮中 而這一個人就是小倫子 只要小倫子在送藥的途中 看盡時機 就可以輕而易舉地 把耳唇和玉營的藥偷籠轉貨 所以當藥送到中瑞宮的時候 都不會有人動色到 其實兩份藥早已經互有不同 來吧 耳唇小豬吉祥 耳唇, 你找我有事嗎 我剛喝完藥, 我知道你怕苦 特地留下兩顆物墊給你送藥 你怎麼還不喝藥? 這很苦難喝 況且喝來也沒用 鎮也沒好多, 還多了 不, 我說這些鎮少了就真的 是嗎?御醫來的時候沒跟你說嗎? 她只叫我定時吃藥 介紹新辣刺激之物 我平時也不吃辣的 但御醫說得 好像我因為亂吃東西 才弄出病 是呀, 我記得你說過 吃桂圓肝會出診的 你是不是吃了你不知道? 那你不會 我從小到大就因為吃了這東西 才出事 我吃藥都吃得害怕了 還哪敢嘗 既然你知道弱道病除了這個道理 那你還不快點喝藥 冷了喝下肚子就沒有益 怎麼知道, 還熱辣辣 喝得一整身, 興奮奮奮, 很癢的 你不要騙 我心心說過 出紅疹最技巧就是皮婆出血 到時候好起來也會有疤痕 你不是想變鬥皮婆嗎? 大叔, 我辛苦了 你知道嗎?好像很多蛇 我一直在身上爬爬爬爬爬爬 很難忍耐的 以前一糧的 也有額糧幫我善風潑錢 才沒那麼辛苦 但是現在…我嚇死人了 好了…別騙了 我那邊有包包, 好不好 如果姐姐乖乖地喝藥的話 我稍後過來替你潑涼 真的嗎? 謝謝你, 雨淳 你回去拿吧 好, 快回來 喝藥嗎? 我知道了 謝謝你, 雨淳 姐姐, 我拿了一包線 進來吧 謝謝你, 雨淳 又說怕熱不喝? 是怕熱的 不過還怕被你罵 這個病雖然不好 不過有這個這麼溫柔體調的妹妹照顧我 這樣病化也病得挺開心 小病固然是福 但是難得皇上終於回京 而我們又錯失了進見的娘姬 你不失望嗎?你很想見她的 是想的, 誰叫自己的身體不爭氣嗎 不過凡事都要兩邊看的 如果這次不是因病而沒有出席 皇上一定會對我一見難忘 到時候萬千寵愛在一身 一定會知道人妒忌多多是非 哪會像現在這麼休閒 按你這麼說 難道一輩子都不見皇上了 當然不會, 正所謂樹大招風 還是先讓丸琦的山雞擋著風 到適當時機 我一隻鳳凰才在皇上面前展翅飛翔 原來你有後著的 難怪你一點也不嫁懷 不是你猜 到時候我們兩姐妹就像一對門神 動在門口左右勾著皇上 不讓任何人埋身 張大人 張大人... 甚麼事 傳皇后意旨 准請預約房大夫過功請默 還不給我拿藥箱? 是 對不起, 張大人 就請的妃嬪娘娘 指名要孫白羊, 孫白羊大人 請問孫白羊大人在這兒嗎 我在這兒 孫大人, 以你的陳段 怎麼這麼多頭髮的 娘娘你就是血氣虛弱, 乾氣屈結 所以才引致脫髮 那我就放心了 一開始我還以為邪風所侵 還打算去陰安典打一場法事 你的頭髮本來就烏黑壯健 偶爾一、兩條也是很自然的事 就像我們有頭皮蝕一樣 真的嗎 怎麼樣?孫大人 我最近經常頭昏腦脹 醃醃肉碎 沒來精神感 不會是有頭風吧 娘娘的脈色不像有頭風 是就只好 那些人經常笑我, 皮黃骨瘦 不得皇上喜愛 你說如果還全身病痛, 那就慘了 娘娘 黃豆湯已經煮好了 待冷之後就可以慢用 對不起, 大人 露皮近排床位不適 失禮, 大人, 露皮該死 還站在這裡, 出去吧 是, 拜拜 就客官所見, 娘娘並無大愛 我會開一些補皮益肺 和為化織的藥給你 食後就會食慾大增 自然就會風雨 真的可以風滿一點? 不過此藥跟黃豆相沖 只怕娘娘要戒食黃豆 一定… 客官告退 娘娘 快點扶起她 扶著她 她的氣門瘦了 除了她的腰間, 這條是甚麼? 快點脫掉她 不行…若然娘娘一醒 發覺不見那條腰帶 我們一定會受死的 區區那條難背有甚麼神奇 胡孫大人那條叫纖腰寶 好, 德伯娘娘說日夜前向腰間的話 可以令人不覺飢餓 簽完腰寶, 回復苗條 你也說她沒穿過嗎? 有, 不過也是一些稀中青菜 還吃不過三個 你快幫我除了一條簽腰報她 要娘娘不再腳步浮浮, 氣血虛弱 要簽腰本官才有辦法 你走 何大人 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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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吩咐呢? 依你減選的脈案 這位楊營小廚所還的 只是普通失塵 為甚麼這麼多事還沒好? 回大人, 下官揭盡所能, 居病開芳 無奈小主的紅疹仍未退 所以下官繼續開藥, 紀錄在岸 如果藥是對的 病情為甚麼毫無進展? 說話不能這麼說的大人 自從皇上回宮之後 久依未遇的柔子中瑞公的獸女 他們為了討好皇上的歡心 就不惜在民間找尋所謂的美容偏方 誰知道濫用成疾, 又不肯吃藥 就令自己的身體變差了 更甚的, 把責任全推在我們如意身上 說我們開芳不靈, 浪得虛名 夠了 主治就是主治 他們的身知如何 怎麼輪得到我們做神知的互聯差道 我們做如意的責任 就是保住各位主治的身體安康 就算到頭來, 主治真的有點微言 我們也一定要治好他們的病為之 怎麼容得把他們的病情 倒倒倒倒倒算了 大人, 請你放心 那些娘娘刁難極 對另外一個孫大人也言聽計從 是呀…既然大人對我們沒有信心 不如請另一位孫大人代勞 對呀, 大人 那些娘娘對我們的老御醫 和那些孫小子差很遠 如果要約到春南 難非孫大人莫屬 玉形小主吉祥, 孫大人來了 玉形小主吉祥 孫大人, 這次真的勞放你了 小主客氣了 孫大人, 你看我的皮膚 全部都是紅疹, 還要出現多了 小主, 先坐下 不知道小主有沒有依照何大人吩咐 在服藥期間有所戒口 當然有 你以為我不聽你的吩咐才藥石無效 不敢 其實玉形小主是肝臣虧虛 積毒滯留以致肝風積墜 才引發濕疹 如果小主有定時服藥 又有戒口的話 或者下官開一些清熱的涼湯 給小主作食療之用 會對病有幫助的 小主請物騷養, 會留有疤痕 是否一邊吃藥, 一邊吃下去 那當然 孫大人, 不知道可否在藥荒裡 加上蜜棗或蜜糖之類的東西 蜜棗或蜜糖? 其實我也知道苦口良藥 不過藥真的很苦, 很難入口 藥苦嗎? 這就是小明子煎給玉形小主的藥? 是呀, 土因、陳、田、姬、黃和地丁 全都是清熱毒的藥 我這次明明見小明子都是煎衣劑的 那就奇怪了 既然何大人藥方正確 玉形小主沒理由吃錯藥 吃錯藥? 他今天提過說藥很苦 你看 土因、陳、溪黃草和地丁 這些藥都是偏酸的 加上菊花的話就酸中帶甘 怎麼會是苦呢? 玉形小主的病這麼久都不好 就是因為吃錯藥? 但沒理由的 藥真的有煎煮過出來的 何大人也應該試過的 那真正藥去了哪裡呢? 你和我再去煎藥房找其他藥渣 孫大人, 煎藥房一天有很多藥渣 我應該怎麼找呢? 正如你所說 藥不會無中生有, 無中而去的 如果我現在懷疑玉形小主的藥 是被人調換錯了的話 你會找甚麼? 有這麼苦, 得這麼苦 是 苦口的良藥還要越苦越好 你在這裡幹甚麼? 孫大人, 我...我送藥的 送藥還是換藥? 為甚麼你要把玉玲小主 和二醇小主的藥調換? 是不是徐公公指示你這樣做? 孫大人, 奴才也是不得意師這樣做的 為免殃及慈餘 孫大人, 你...你還是小官閒事了 我不管你有甚麼人撐搖 你身為太醫院太監 竟敢擅自換藥 危害兩位小主成人 如果這件事傳出去 你一定人口不保 是不是耳神的病有所變化? 當然不是, 何大人另有要務前身 既然小主的病 日後是要由下官跟進 責任上下官應該要登門作診 對了, 吃藥這麼久 不知道身體有甚麼變化 多好 多好 難道大人不是應該希望 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轉嗎 當然 孫大人, 你要的藥已經煎好了 有, 龍哥哥 藥是如常的藥 小主也應該如常趁熱飲用 這次的藥加了藍組去煮 你應該比上次沒那麼苦, 是不是 是呀 這次的藥的確容易入口了很多 剛才送去給耳神小主的藥 正確無誤吧 羅才由撿藥、煎藥到送藥 都是自己一手包辦 絕無假手於他人 沒理由會有錯的 奇怪了, 其實耳神小主 如果真的喝錯玉營小主的藥的話 他應該知道藥味是大甘兒酸 沒理由是苦才對的 難道醫神小主 根本就不會喝錯玉營小主的藥 又或者他根本就不會喝到藥 這件事事關重大 你一定要保守秘密 千萬不要逐出去, 知道嗎 是的, 孫大人 你有沒有悶… 悶悶的那件事被聖孫的藥意識穿了 那我又不敢肯定 但是那個孫白羊的確比以前的 何在山深思實物得多 以防萬一我們也要想出一個對策 聖孫那個是太遠遠的院士 相信義父對他一定會有所認識 最麻煩的只是我們現在無法聯絡 但我相信大娘對她應該會略之一意 我就會派少林子回去 叫她問清楚大娘 孫白羊究竟是敵是友 那義上姐姐呢 可不可以吃她原先的藥嗎 你看她不認識一天差過一天 我怕她沒贏到那個玉營 已經捱不住了 是呀…我知道你乖了, 放心吧, 沒事 淑玲小主, 百蘭有話通傳 甚麼事, 你有事就在這裡說了 不知道淑玲小主她是否在小主訪中 因為永秀公的玲公公奉了如非娘娘之命 想請淑玲小主過父一聚 大家看看 真是很合身 娘娘, 你看看 娘娘在陸宮中向來一身簽邀 令那位姐姐妹妹望尘莫及 事務非常 如今真想不到淑玲也有這個本事 穿得上娘娘這件衣服 娘娘, 阮奇之質平庸 有哪有資格跟娘娘相提並論呢 你送這套旗服給我 恐怕我只會遭抬她 不是呀, 挺合身的 就當是本宮送給你的見面禮吧 不行呀, 太名貴了 阮奇沒資格受 不是嫌吐衫舊嗎 不是呀, 娘娘 阮奇不是這個意思 阮奇也不敢 那套旗服是江南職做李大人 去年專程做給我的 不過本宮生產之後豐滿了不少 既然是不合身了 刁了她又覺得很可惜 既然你是適合的, 那就送給你了 你不用這麼誠王誠孔 還不快謝謝娘娘 謝月妃娘娘 難得今天這麼高興 就讓姐姐送你一支豬菜 讓妹妹你穿上娘娘的衣服 可以相得益張 是呀, 過來吧 妹妹, 讓我們替你裝扮一下 娘娘吉祥 娘娘, 孫大人求見 娘娘吉祥, 孫脈陽向娘娘請安 無須多禮 突然有傳孫大人進宮 可有打壓你工作 娘娘言重了 不是嗎 有傳近日中水宮 各位小主抱羊 其他大人久治無方 最後也要勞煩孫大人來接手 何大人他有要務在身 神只會待他出診 又聽聞那位侯家玉營 服藥多日, 久病未遇 遲遲都未見好轉, 是嗎 回娘娘 玉營小主她天生體質虛弱 加上水土不服 所以病情就會有所耽誤 相信假以時日她必定會好轉 請娘娘放心 人會不會好得回本宮無慶隨之 在陸宮中, 表面是一套 裡面也是另一番以如我債的景象 相信你我也很明白 本宮今天照理你 只是想問你一句 玉營的病是不是被人加害而成 如果是, 這個又是一個甚麼人 居然會有這種本事 如果本宮不是當你是自己人 也不會問得你這麼坦白 既然是這樣 你也很應該頭頭報你 是那句就說那句 娘娘, 先天下之憂而憂 實在是辛苦人 但正如神剛才所說 玉營小主的病是尋常事 神實在看不出有甚麼恩由 會跟其他人有關 好, 既然是風平浪靜 那固然就是最好了 去吧 大娘要我們暫時按兵不動 一天都是奴才五次 到現在我都不明白 為甚麼孫八楊會懂得懂我們的繼謀 小孫那個 真的沒有把這件事到處跟人張揚 除公公昔日有受學於他 孫八楊可能對公公還有點顧忌 不過事情既然已經敗路 再依計而行 恐怕會被人有機可乘 所以... 一切總總決定 就只是大娘一個人的意思 是嗎 誰 淑姐姐 這個時候你出去幹甚麼 夜來風涼 你應該好好休養一下 淑姐姐 柳大娘要我們按兵不動 一定有他的原因 如今義父依然被刑部軟禁審查 柳大娘也不想我們貿貿然再犯險 乙神, 這個道理 姐姐怎麼會不明白呢 既然大娘有這麼決定 我們一切自當照做 小娘子, 回去匯報大略 我們會照他的意思將一切割置 而預約房方面 就由得照正常送藥 更何況 姐姐真是不忍心看著妹妹你 一直沒有藥吃, 過病每次都不好 那奴才才行告退 姓孫那個暫時應該教不出甚麼樣子 你要趁著這個時間 好好休養好生子, 知道嗎 對不起, 姐姐 我只是看你出去這麼久 有點擔心你 跟宮外聯絡的事 就交由姐姐安排吧 你無需要擔心 現在最重要的事 是你回去好好休養 有好生子 遠期應該做到永壽宮 待會兒回來的時候 我自然會把大娘的意思轉告給她 姐姐, 蜘蛛衫真的很合襯你 蜘蛛衫是給你送的 姐姐不可以要的 有所謂, 姐姐 你平時這麼疼我 就算皇上他日送蜘蛛衫給我 我都會像今天跟你一起分享 謝謝 怎麼了?姐姐 是不是遠期說錯話 令你不高興 怎麼會呢, 遠期 現在你能夠先拔頭籌 姐姐開心也來不及了 但只怕好事多磨, 又出賊子 是不是柳大娘那邊 又有甚麼消息 倚醇真是沒猜錯 姓孫那個人真的知道了 我們換藥的事 所以大娘吩咐我們 一定要按兵不動 算了, 姐姐 雖然我們不能讓那個肉營繼續病下去 至少以淳姐姐可以吃原廚的藥 康復回來 那也是一件好事 你這麼說也對 但是只怕小輪子方面 一向都有人幫他走的 雜時之間通知不及 姐姐的意思是 明天仍然有人把藥調換嗎 如果孫百陽一心求證的話 到時候就會證據確鑿 我們不能回頭了 放心吧, 姐姐 他們送藥來中瑞宮 一定會經過正殿的嘛 到時候我趁沒有人在的時候 偷偷地換回他就行了 妹妹果然想得周到 只不過要妹妹你冒險 姐姐, 遠期最近 經常想到永壽公道玩 根本沒有跟大家分憂 我出了一分力是應份的 要不然到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接近皇上呢 皇上到時候見到遠期你呢 簽邀老闆 只不如會愛不適守 姐姐, 不准滅人 不准滅人 你沒用的 穿著衣服現在這麼害羞 到時候被太監脫光衣服 抬入皇上寢宮 那怎麼辦呢 姐姐, 你說得很肉酸 甚麼肉酸 你不記得了嗎 大娘交給我們的 在皇宮之內 每樣事情都有規有舉 就算連妃品受寵也不例外 首先穿款洗梳妝 然後脫去外衣 然後太監呢 就去找了毛尖 包著你 抬入皇上的寢宮 猛數星寵的 這些就叫貝宮 那不就像一條毛毛蟲 被人抬來抬去 那遠期, 你想不想做毛毛蟲 想呀 做毛毛蟲會變成最漂亮的胡蝶 姐姐, 一定會幫你這隻胡蝶開路 讓你能夠破解而出 姐姐, 很煩呀 走不走呀, 姐姐 你沒事吧 你還玩嗎 是呀 公公, 封信不是有甚麼問題嗎 這封信怎麼可以的 剛才警示防門防話 不知道何時有人把公公放下 那就是沒人看見送來的人 奴才走狼眼, 奴才辦事不力 奴才馬上去查 算了...我還是要去一趟永壽宮 是 是 姐姐 你這樣進來會不會被肉圓看到的 你看看你, 咳成這樣 我叫御藥房煮了些薑茶給你 趁熱喝吧 謝謝, 謝謝姐姐 一定是你昨晚跟出來, 吹個風 所以今天才會吐得這麼厲害 對不起, 姐姐 我不是想令你這麼擔心 以臣, 你記得我們以前三字母養成德的日子嗎 記得 那時候我們在業府別院大娘日夜受訓 日間要練琴, 夜間要練字 最後, 阮奇終於熬不住病了 你為了拋他被大娘責罰 就留一頓幫他寫完一字自己不睡 誰不知第二天連你也病了 不過你跟遠琴一樣 都是逃不過大娘的責罰 那時候的日子雖然是苦 但是也叫苦中有樂 那是因為我三字母 可以跟周共濟互相扶持 要不然怎麼能堅持我 但是相比以前的日子 各自流離失所, 又怎麼算是癌 你說得對 義父對我們的而且是個恩重如山 所以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三個之間一定要一個 可以得到皇上的重痕, 是嗎? 姐姐, 你無緣無故跟我說以前的事 是不是有什麼想跟我說? 姐姐是想知道 如果遠琴到了現在再次有難 你會不會像以前那麼笨 不管自己的安逸就會救他? 姐姐, 你說什麼? 丁蘭, 我問你 你怎麼打理我的房間? 小柱, 什麼事? 我用那把線 早起床就不見了, 找也找不到 你是不是趁打掃的時候順手牽人 小柱, 沒這種事 我進房間幫你找回 不過… 我… 放下東西再走吧 是 什麼?你竟然叫遠琴去換藥? 小倫子已經聽大量的吩咐 不再將藥調包 你竟然不通知她 還叫她將藥換回頭? 要不是這樣 莫公公又怎麼能夠人贓並和? 我… 你在做什麼? 為甚麼想換藥? 遠琴 遠琴已經被她多場做到 你想阻止也阻止不來 外面那裡是遠琴 是我們的好妹妹 你怎麼會這樣做?為甚麼? 換藥的事已經露出馬腳 我們一定要交別人出來 才可以令其他人適宜 孫白蓉也要寄義父三分 她根本不會把事情宣揚開去 義父生死未卜 我不能夠賣這個萬一 既然遠琴已經得到皇上的注意 大葉得成子日可待 這才是救義父的良測 遠琴何德何能 為何皇上看中那個是他 而不是我? 小主,你實在太多 皇妃兩人對你一番的賞識 你十多年這麼囂張 姐妹情心 你竟然為了你多次遙而事業無物 你根本就不會做我們的淑姐姐了? 你有沒有為義父想過? 如果我是身分敗戀 這件事就會牽連義父 你這樣做 不是一樣為了一己私欲嗎? 事到如今 就只有我一個 可以擔負義父的重任 你又病成這樣 我今天來找你說清楚 是不想你日後知道這件事 如書如書如書 難道我這種苦心 你一點都不明白嗎? 跟何方, 與其的申請丹純 就算是一個皇上的草勢 也未必能幫到義父 與其是如此, 何得良好比上 免得日後的麻煩 帝都 processes 遙 Kristine 通心 百尚 妻仁... 筥菱 回事, 戝禍我 我енд聚哥 恐怕死你 不關我事,公公,解放我… 公公,解放我,公公,很關我事 你死了,公公,解放我 以我公公現場所見 確是證據確鎖 奴才親眼所見,的確人將並獲 那就是說,昨晚收到匿名信 當中並無虛言 匯娘娘,奴才的遇見 獸女遠期私自換藥企圖 左營玉營和雨淳小子兩位的病情康復 照計應該有一段時間 若然從中有的人發現而作出報物 也不奇怪 本公不是覺得奇怪 為甚麼會有人同識一切 而是好奇 到底這個匿名報信的人 保持的是甚麼動機要這樣做 很明顯此人一心想靠攏娘娘你 何意見得 因為照計此人應該把整件事 直接向皇后娘娘品告 但是他竟然去信奴才 而且正正計好 奴才一定會把整件事向娘娘你品告 就擔憑這一點 他知道此人一心一意 是想向娘娘你獻補 以求賞識 一個聰明人應該要賞識重慾 但是一個太聰明的人 如果放他在身邊 就只怕會成為他的踏腳石 而這種人才更危險 我早就已經覺得奇怪了 怎麼說我身上的面疹 這麼久還沒退 而你的風寒這麼久還沒好 幸好多虧我公公正名 識破院期是奸計 要不然我們兩姐妹 吃菜藥都沒吃到何時 你還停了 這也是我壞 你公中人緣這麼好 人們只要對付我才會換我的藥 現在把你劫下水了 誰不看妙非娘娘 重重地將過院期治罪 這麼陰毒的人 趕去出宮 豈不是只填了他 你…你幹什麼? 你別這樣 你…你不舒服嗎? 你別這樣 你…你這樣 不是,我沒事 我只是覺得後宮這裡很險惡 不過我很害怕 欺道人與人之間的友誼 根本不是一回事 沒有一個人吃得我們的信任 那我呢?我不是人嗎? 我告訴你,你看著我 你相信我,我相信你 由開始就是這樣,以後也是這樣 你知不知道 耳臣小主,進來 孫大人已經到了偏廳 準備幫耳臣小主請墨 妹妹,你稍後打完墨,吃完藥 好好的休息 其他事別亂想了,知道嗎? 玉形小主吉祥 孫大人,你真是來得合時了 你看我身上紅塵,很多七七八八 我聽你說定時復約的 那就好了 但最近中帥公發生這麼多事 增添大人不少麻煩,大人… 對不起,客官還要趕去 為耳臣小主請墨,失陪了 耳臣小主吉祥 耳臣小主的病雖然不便吹風 但一室藝局也非好事 可否多次一室香花呢? 老闆明白,老闆立即去準備 老闆 但無需要在人前人後 為耳臣這麼推薪 你是病人,我是大夫 這是我的責任 耳臣今後自然會吃回應該吃的藥 大人亦不需要擔心 有人會把御藥房的藥 調包而加害他人 自從遠祺小主被惡公公擒獲之後 耳臣小主,你當然希望 沒有人再追究這件事了 你以為我一心嫁禍他人,以求脫罪 大人,你以為你自己知道很多事嗎 下官如老,知道的不多,亦不相當 但至少下官知道小主在昔日 徐公公力邀下官在後宮中多加援手的位 但據以臣所聞 你有沒有答應過徐公公做任何事 反正以小主的才智手段 又何須用得住下官呢? 孫大人,究竟你想說甚麼?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是非 而子禁城的是非會更多更荒謬 下官只因為生性脅落 才會知而不告 但換轉其他人,是非就比一份人情 所以日後小主與其處處計算人心 手段進出的力爭上游 我勸你不如安守本分,順其自然 其他小主畢竟是凡夫俗子 他們沒有徐公公那麼有力的後台 也沒有小主你非凡的智慧 即善即福,放過他們 是呀 病,大人可能你可以醫治 大人的心 恐怕你沒有這樣的本事去改 孫大人 玉盈小主,吉祥 你現在找個小禮子吧? 不好意思,剛剛玉盈叫他回去 小主那是甚麼意思? 我知道大人品性率直 一向都不肯收人家的禮物 但玉盈則無以為報 所以才遣走奴才 以至沒那麼多人說話 希望大人可以收下我這份心意 小主,我想你誤會了 下官的職責是醫病開藥 其他的事一個是不聞不聞的 大人又何須客氣 這次的藥調包一案 不然當大人及時揭發 玉盈小命總已不保了 小主的性命由始至終都掌握在小主手上 本官不敢要這個功 我不明白大人是甚麼意思 如果玉盈小主當是有錯伏 以純小主的藥的話 乾風和熱毒會相沖 風不散濕難化,原本的濕疹會變成沉麻疹 但是照本官所看,小主沒有這種病徵 我… 原因是小主一早知道藥湯被人調包 所以一直沒有錯伏 其實你是想下官發現有人調包生事 想把整件事張揚出去,是不是 孫大人… 下官不才,整件事都是由惡公公精魄 與本官無關 如果你要送禮的話就送給他 好 至於小主這副楚楚可憐的罪念 日後見到本官相信可面則面 我們要用他 唯有多 Case,空中心就被拆成沉麻疹 床等等… 一磅鑲數不可、仇三鑲 一磅鑲尿餿可以回憚 是你闪身路过 竟偶人着梦 为你牺牲已注定 此心厌绝症 尝尽你的披想要我命 连累我眼睛 挂念有声 轮回再生生死死感情才进兴 可笑爱情为殉情 大半生轮落至此 不过为正义